環球大戰線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讀播間邀請到的是 觀眾朋友最愛的張靜老師 其實我也很喜歡到網路讀播間 因為今天這個每次葉小姐都會幫我準備越南咖啡 我上次講了越南咖啡之後 好多人都在打聽到底是什麼 我就告訴你 宣布迷你 他就是越南的咖啡 等於沒講不是嗎 沒有因為你不能講出牌子 但是我就跟你講 這裡頭真是好喝 但是他不貴 你就知道答案了 沒錯我最近又要再去買一盒 因為上次那一盒喝完了 所以以後每次你來我們讀播間 我們就奧一杯越南咖啡 抽著這個越南咖啡 要努力的表現 好今天張靜老師來 我們要來聊的是習近平 他主席他的綁歐行程 大家知道前幾天去了法國 然後接下來還要去匈牙利跟塞爾維亞 這兩國 那訪問塞爾維亞之際呢 恰逢了就是剛好北約這個轟炸 當時中國大陸在當地的大使館 達到了25周年之際 所以也是順便再去做這個哀悼 那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注在塞爾維亞這個國家 因為塞爾維亞其實呢 這個國家很特別 他非常的親中國 那當地的報紙甚至 形容說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叫做鐵桿兄弟 那那塞爾維亞他有一些比較有爭議的地方 就是他一直都想要加入歐盟當中 但是另外一方面這個總統 我們可以看到 總統叫做武器奇 他在政治上確實是比較 親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的 被這些當地有一些媒體或者是專業的 一些專家批評說 哎你這個塞爾維亞我們這樣子做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變成是 中國大陸跟大陸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之間有點像是兩國的 特洛伊木馬呢 今天來特別請教張鑫老師您如何看 那另外就是說 為什麼塞爾維亞會比較親中國 除了在政治上面之外 還有經濟上面的需求 中亞利跟塞爾維亞之間有一條鐵路 這條鐵路其實非常的重要 通過兩國 那其實就是中國大陸去幫忙 來建設的 那當然匈牙利他也非常需要中國大陸 原因是因為 在當地有一帶一路的需求等等 所以今天我們都會一起來做討論 就是說 先來問張鑫老師第一題好了 為什麼塞爾維亞堅持 就是在歐洲國家很多都親美 但是塞爾維亞堅持要走自己的路 他比較傾向中國大陸 然後把中國大陸視為是鐵桿兄弟 他的外交策略是什麼 我想基本上了解 大家要了解就是塞爾維亞 其實當時脫離啊 就是前南斯拉夫 那脫離之中我們也知道 在這個南歐的這一部分 其實是民族混雜 而且糾葛在這 你回溯到伊士大戰之前的歷史 你就會發現 他就是一個斯拉夫民族 向南歐去延伸 但是呢 中間被拉丁民族就從中間這樣切斷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這個羅馬尼亞語 跟法語還有義大利是相通的 因為他是拉丁語系 那這個斯拉夫語系這邊 就等於有一個孤零零的人 這個孤零零的這個國家就是塞爾維亞 所以當前南斯拉夫解體的時候 那裡頭發生了很多征戰 而其中 塞爾維亞 確實在裡頭扮演了很強勢的角色 也這個確實有侵略其他國家 也造成了很多的戰爭的罪惡 戰爭的罪行 跟這些爭議的狀況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了解 就是中國大陸跟塞爾維亞之間 並不是一個結構性的盟友 也就是說 今天假如說有一個更好的 而且更願意去接納北京 然後作為北京進軍歐盟的一個 橋頭堡或者跳板的時候 塞爾維亞的他的就是說重要性 可能就相對降低 為什麼第一他隔得很遠 他沒有辦法達到像巴基斯坦 跟這個中國大陸那種就是巴鐵 鐵桿兄弟 因為為什麼在南亞這個側翼之中 中國大陸需要用巴基斯坦 伊斯蘭馬巴德去制衡印度 那但是問題是他不需要靠塞爾維亞 去制衡哪一個 能夠好好相處這很好 但是就是說他沒有辦法說是 我所謂的結構性的這個盟友關係 結構性的盟友關係就是說 你不論你將來的這個選舉結果 或者改朝換債 或者換了誰當領導人 這個關係會一直維持下去 這個角色就跟 這個北京跟伊斯蘭馬巴德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個塞爾維亞跟中國大陸 沒有到達那個程度 所以很多現在的報導都是 強調現在的總統 他的政策是非常貼近北京 但沒有講說是他長久以來 或者說某一個政黨 或某一個特殊的政黨派系 他一直是主張跟中國大陸維持 良好跟長久之間的關係 另外一點呢 假如說是這個俄羅斯 這個勢力慢慢慢慢回來之後 他也會希望跟 去加強塞爾維亞的關係 而希望在南俄有所作為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就是塞爾維亞這個環顧左右 中國大陸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不是一個唯一的選擇 這就讓他有這個去討價還價 跟取捨之間的空間 這種結構的關係 我是覺得大家應該在 審視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特別的去把焦點放在這裡 那他的籌碼是什麼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的話有他的籌碼 是當然他有一定的經濟的產值 也有他一定的 就是說這國家的這個生產能力 但是最重要是在地緣戰略之中 他總是提供了一個助足點 也就是說他要進入歐洲的助足點 但是他比較弱化的是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歐盟的成員 所以發展了一帶一路跟經貿關係之中 這個你還是需要有一個歐盟的成員 那這裡的歐盟的成員 進入之中有他的便利之處 但是你說完全沒有變成一帶一路的夥伴 並不代表一帶一路的 到那邊就是到處碰壁 這也沒有到那麼嚴重的地步 但是總是能夠是歐盟的成員 有好這種好關係 比較處在歐洲 但還不是歐盟成員 兩者相較 這個能夠是歐盟的成員 那個就是大家變成一帶一路的夥伴 還是是比較好 但是的話又講回來 像義大利 他這個後來退出了一帶一路的夥伴 但是他是夥伴國的時候 他也沒有很積極的 去要發展這些一帶一路的連接關係 所以說有很多東西 只是表面上名義上講的是如此 這個參加也好或退出也好 只有名義上的影響 但是沒有真正實質之間關係 相較起來這個賽爾維亞 他還是非常腳踏實地 希望去發展各種的關係 因為他必然可以從這個 積極的發展關係之中 獲得他相當的利益 這是現實的問題 那剛剛說到他的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是他的重要性是什麼 在歐洲國家 他的重要性就是說 他在存在那個地方 而且他處在這個相關的這個聯邦之中 那個地方這個地處南侯 跟東歐的交接之處 在這個地方之中 他是相對的國力較強的 國力嗎 對 相對他的聯邦較強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賽爾維亞在那邊地緣戰略之中 可以發揮一定的功能 但是呢 就是整體的我們政治的算計之中 在任何的地區 多一個朋友總是比較少一個朋友好 對不對 多一個總是有加分的作用 多一個就是有一個可以助足發揮的空間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辦外交 必須要廣結善緣的重要原因 賽爾維亞說他有意加入這個歐盟 但是剛剛說到他政治上又是比較輕重 大家會擔心說他這樣子更難加入歐盟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 他想要加入歐盟 但是他不想要加入北約 那這原因又是什麼 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他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跟加入歐盟 有很多人喜歡做連結 但加入歐盟他有一定之間的條件 你的社會的狀況是如何 你的人權是如何 你的財政的結構要到是如何 你的社會開放是如何 你對於言論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就是說 這個取捨的就是標準 但是歐盟之間有沒有說是 你明明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但是基於地緣戰略的考量 硬讓你要先進來 其實很多東歐的國家也未見得 就是完全符合歐盟 歐盟他們當初建立的歐盟的那個標準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就能否加入跟他跟北京的關係 沒有就是說 他不會說因為我跟北京交好 然後歐盟說因為你跟北京交好 所以我不讓你進來 而是他自己的條件 對 打體要靠自身應 他有很多其實社會的融合 社會的對於言論的尺度 還有這個自由民主的東西 他其實都還有努力的空間 但最重要一件事 我們也有個事情講的必須是很現實 就是說這個負債深山有遠親 窮居鬧事無人問 塞爾文雅萬一他的 就是說整個經濟的生產力起來的時候 他去加入歐盟 大家人都是大小眼的對不對 所以那樣子的話 他可能情況就比較好 這就是為什麼塞爾文雅 希望能夠結交中國大陸 然後利用跟中國大陸的生產力 去跟他結合 然後去相互搭配 去增加他的經濟產值 這也是地緣戰略之中 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是他想要透過加入 由中國大陸的加入 建立實力 然後讓他的經濟變好加入歐盟 但是在北約方面 他是不想要加入北約 他在北約之中 基本上來講 因為北約他理論上是應該是一個集體防衛的組織 當年有這個前蘇聯的威脅 你這個去存在一個集體防衛 那有個壞蛋 我們大家團結起來 我們就抵禦那個壞蛋 可是當就是蘇聯就是崩解了 然後東歐整個華沙公約也解散 整個地緣戰略的態勢 就是都變化的時候 那北約要不要能夠繼續存在 這個時候就有點要面臨這個困難 以前人家有開玩笑講說這個北約 就是Keep US in German down Russian out 那你今天還要維持這個北約的這個架構 繼續的去運作 你必須在政治上能夠取得幸福 那在東歐很多的共產國家是就是說 他在結構面上有畏懼俄羅斯 所以很多東歐國家 尤其是波羅地亞三小國跟波蘭 還有捷克斯洛伐克 他們都非常的積極要去加入北約 但塞爾維亞並不認為說是 俄羅斯對他是一個安全的威脅 所以他沒有這種意識 他不覺得我需要加入這個問題 那這個美國跟很多歐洲的國家 一再強調說北約其實是一個政治組織 他不是一個集體安全組織 或者集體防禦組織 我覺得他們只是在言語上的說實 不斷的做這個辯解 北約要維持這種事情 而且現在北約不斷伸出觸角到全世界各個地方 那個整體上來講的話 給人家一個恐懼就是 所謂的歐洲的殖民主義 或者干預主義 就干涉其他南美洲或者干涉這個非洲的這種恐懼感 又油然而生 所以北約他如何能維繫 他的全球的公眾形象 這是一項挑戰 所以塞爾維亞有很足夠的理由 他就說我不需要去加入 但可不可能隨時發生變化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存在 因為當初 這個烏克蘭之中 在親俄的政府 這個執政的時候 他們表示不要去加入北約 可是一變成親美的政府之後 他整個立場跟態度都變了 甚至還把它寫在憲法裡頭 所以這個政治上的事情 確實是風水流轉 誰知道將來會變得怎麼樣 那老師你又如何 剛剛那個社論說這個 塞爾維亞可能會變成這個 他說塞爾維亞根本可能是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這個特洛伊木 你又怎麼看這個評論 我覺得這些講法 基本上是語不驚人死不秋 現在全 這個就是全球性的這個媒體 西方的媒體 這個普遍的充實的道德性 道德墮落的現象 而且不敢去挑戰某些真正 去引起的這個就是威脅 而且多半以依附官方的言詞 也就是說那些所謂 吹哨者然後去指證 或批評政府的這一類的評論 越來越少 而且有很多基本上來講 去搭配了這個就是政府 變成這個喉舌性的媒體 講出喉舌性媒體的這種言論 其實這是西方媒體整個道德墮落的一個象徵 那今天他要變成一個特洛伊木馬的話 前提條件是說 莫斯科跟北京要聯手去整個打下歐洲 這個故事要變成這個樣子 他才會說他是特洛伊木馬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遠在這些就是中國大陸 經過這個就是改革開放 然後變成大家關注的焦點之中 塞爾維亞他們已經存在那邊了 對不對 所以說你今天不是說今天隨著這個 這個就是地緣正式 或者說是國力消長的變化 你就突然給他扣上一個特洛伊木馬的這個名字 這個基本上來講是相當的面世 就是塞爾維亞本身的獨立的這個存在的這個價值 跟他獨立的國家的意志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媒體下的這個標語 其實是對他相當不公平 好看完塞爾維亞的外交策略 我們也想要請教老師這個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塞爾維亞對他的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又是什麼 我想這個中國大陸基本上的這個原則是多一個朋友 比少一個朋友好得多 所以能夠這個就是說基本上來講不是 就是說這個被對方這個逼的真正坦言 都是希望能夠廣結善緣 所以這次習近平去出發 對不對 到了這幾個國家 即使有很多手還是存在了某些的旗艦 但是都希望能夠盡量就是說能夠 建立一些這個相關的關係 事實上你看到法國最後有兩個聯合的聲明 這個聯合的聲明其實都要鴨子滑水弄得很久 尤其是有很多根據啊生物啊這些這些東西 裡頭都牽涉了很複雜的因素 所以說我們在表面的這些啊 就是這個非常淺潔的新聞報導呢 這個就是說這些報導 或者這些論述之下 事實上在專業的社群之中 這個北京這邊以及跟巴黎這邊 專業社群的來往 事實上奠基的這個關係 也一直在發展之中 但總而言之啊辦外交啊 身手不打校園人 而且盡量是有廣結善緣 我認為基本上這個策略是對的 所以這個蔣川呢 這個習近平出訪也很順利的 讓他跟這個馬克宏一起發表了一個反對 就是說以色列去進軍啊 這個最後去攻擊拉法的這個 就是共同的聲明 這個蔣川呢 這個是一個相當難的 你知道不要忘 對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無論如何 這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中 有兩個合在一起發這個聲明 這已經是相當不簡單了 對不對 那現在有一個呢 本身在陷入戰爭之中 這個大家現在盡量不要去 對不對 就是跟他這個弄在一起 那英國呢 基本上來講倫敦就是 快已經淪為這個華盛頓的走狗 或者第51週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個北京跟巴黎聯合發這個聲明 這就具有很強的 象徵意義 所以我認為啊 所有辦外交之中啊 就是這個還是我講的 盡量啊 廣結善緣 盡量去製造啊 這樣發展的利益 多一個朋友 總比少一個朋友好 而且這時機點是剛好是 北約轟炸中國大陸 當時大使館的25週年之際 有沒有什麼可以特別來關注 我想這個是時間上的調和 這個挑的這個時間點 這個我想到塞爾維亞 去這個悼念平調 頻道的平調這個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 就是說這個就是 叫做可以想像到的事情 但是連中國大陸啊 面對的很多的挫折 其實還不止這一項 像銀河號 銀河號事件那個羞辱的程度更加嚴重 像今天啊 這個塞爾維亞的這個就是說 大使館被轟炸的事情 美國啊這個政府官方的立場 一直啊就已經出來道歉 而且講說這是誤詐 那現在的問題是不在於美國怎麼講 而是說中國大陸的人 就是說這個廣大的人民群眾 相不相信這個 那到了25週年 今天去這個又再提醒這個 事實上也證明就是說 當時美國做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當時兩邊的國力啊 相差是相當懸殊 但是即使在那個狀況之下 美國政府還是公開出來承認錯誤 說是誤詐 然後有道歉也有賠償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你去比較起 當年啊更是無理 因為這個事情啊 誤詐這個刀槍無眼戰爭之中 這個是啊你可以理解 但是很純心的去攔截那個銀河號 而且一個種的指控 最後啊收了什麼東西都沒收到 那那個銀河號就是啊 這個就當初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外交官啊 對此啊仍然事隔多年 憤恨不疲 這些啊都是啊 這個北京跟華盛頓啊 這個相互去運作關係上的 這個八痕啊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去挑起這個八痕 這些都是政治運作運用對不對 這些都是講穿了 在很多方面是等於華盛頓方面的 理虧之處 而且他處理也不是完全要處理的 這個是我就是完全弄完好 還有像南海撞擊世界 所以說一路起來啊 就是說你今天要能夠去改善 這個對不對 就是雙方關係 就是想辦法不要去挑那個窗巴 對不對然後盡量是好來好往 但是呢假如說是兩方關係啊 這個就不好 這個三不五時去挑弄一下 挑挑那個窗巴 你知道那個也是這個就是說策略的運用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 每次面對這個東京 三不五時就要去好好去紀念一下南京大圖上 就是要讓你知道 讓你心裡是理虧 特別是 其實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歐洲各國不會去挑那個納粹啊 或者去挑的這個納粹德國 歐洲當年所做的很多慘絕人寰的事情 歐洲不會嗎 歐洲相對的不會 因為其他國家 因為啊 德國去面對納粹德國的道歉跟認錯 是大家可以信服 但是東京呢 基本上來講 對這個歷史的問題啊 一直死不認錯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等於說任何一個國家 要去東京去改善關係或怎麼樣 三不五時都會有人去挑起這個 除非你自己願意去當皇民當走狗 像這個樣子 然後以這個叫做 逢東京就貴就軟 那沒有話講 但是呢 像這個韓國你要是稍微想辦法改善 跟東京的關係 就會有另外一個極端的派系 然後拿出所有歷史的負債 然後拿出來再炒作一遍 所以我就講說我們今天要就是說 大家要搞好關係不簡單 但是你要搞壞關係 就要挑撥一下 不是那個我們相方的 雙方的關係 那些八橫 本來就不好了 八橫就多了很多 所以我們就講 這個很多的政治人物 動不動就要紀念什麼 就要紀念什麼 其實那不是起遺忘 那也不是去諒解 那也不是寬容 而是不斷去接窗疤 你知道要利用那個來得利 所以我今天就是在講 所以今天這25週年 這個去 要到什麼樣的程度去悼念 對不對 悼念只是表達這個情懷 然後 要不要去發表一個 對美國的強烈指責的延遲 這個中間延遲的拿捏 這其實是考驗北京的智慧 所以去那邊悼念 這是必然會的 但是所發表的聲明 究竟拿捏到什麼尺度 也可以看出來北京 處理這些外交事件的格局跟胸懷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看 到時候會怎麼做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觀察的 對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勘察所有的關係 我要記得一件事情 所有的關係 這個比不上腳踏實地了 好好的認真的做生意 所以去幫塞爾維亞 好好的把高鐵升級 讓每一個人都會感受 這個是實實在的存在的 這種辦外交的方式 才是真正的對的路 而且那個是直接去對 這個塞爾維亞民眾的訴求 去改善他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建立啊 中國大陸整體的 在塞爾維亞社會的形象 那不是說你今天 所以我就講 我們辦外交也要思考 你老是搞好那個上層的人 你沒有讓普遍的 這個就是群眾形象去建立 我覺得這個有很大的差別 沒錯 老師講得非常好 謝謝老師 好謝謝今天老師來加入我們的直播間 今天晚間 同樣我們也會針對這個 習近平主席 他來到了塞爾維亞之後 這當中其他的相關細節 來做更細部的討論 那晚上9點 我們正片持續見囉 老師繼續喝你的越南咖啡 Cheers 掰掰 請問一下 按一下 буду拍到 你